同学们,你们好 老师好 老师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 什么问题 你是为什么想当老师的 对对对,我看老师更像是当保安的 你意思是说我像个开门的大爷是吗 你疲痒了 别,我是说你像是当安保的 就是给人做保镖的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很喜欢打架 是你们口中的布娘少年 不太像啊 是觉得我长得面善 一看就是那种会给老人让座的那种 也不是 那我哪点不像布娘少年了 人家布娘少年都长得皮帅皮帅的 你怎么长得这么猥琐 滚啊 可是杰克老师 这和你当老师有什么关系 别急,那时候我跟着一个老大 哈哈,原来是当别人手下啊 你笑什么 他可厉害着呢 可惜他某天过世了 不会吧 我们杰克手下难过之余 无疑在地上捡到一本书 什么书 上面有写着可以将人复活的办法 但是每一步都需要精密的计算 你们是想复活老大吗 正是 可惜被上面的数学题拦住了 所以说人潮就要多读书 人潮就要多读书 杰克老师 为了老大 这都不是事 你是笨蛋吗 多么好餐位机会啊 滚啊 所以杰克老师 最后你们攻破全部难题 复活了老大 不不不 那后面是怎么样的 我们想要复活老大的心越重 学的就越努力 连班主任都看出我们的变化 这 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时班主任问我要不要试着考大学 我当时感动的哭了 原来你当不良少年 是觉得老师不管你啊 后面因为见识变广了 我开始有了想当老师的想法 呜呜呜 好立志啊 老师啊 你的经历好感人啊 没什么啦 你好好读书 你能比我过得好 我建议把你的经历拍成电影 啊 这绝对亏本吧 不不不 老师 你要这么想 嗯 怎样 奴隶的高中生 原来是个不良少年 一听就觉得主角不行吧 呜 不良少年为了当老师 奴隶考大学 一听就很感人啊